温泉旅行 暑假快要结束了,八学员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暑假的主要节目,温泉旅行。 暑假开始之前,有一天,小豆豆从学校回来,说,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温泉旅行吗? 听了这句话,连素来不惊不乍的妈妈也不由得吃了一惊。 如果和爷爷奶奶们在一起,一家人去温泉旅行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小学的一年级学生。 不过,妈妈仔细读了校长先生的信之后,就非常佩服先生的计划,那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信上说,在靖岗县的伊豆半岛上,有个叫做土肥的地方,那儿从海里涌起一片温泉。 孩子们可以在海里游泳,然后洗温泉浴,称得上是一个临海学校,预计一共在那儿住三天两夜。 八学园有个学生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可以住下全校一到六年级的五十名学生。 妈妈当然非常赞成。 八学园的孩子们今天准备好了温泉旅行的用品,集中到了学校里。 当大家都来到校园之后,校长先生说,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坐火车,还要坐船,千万不要迷路啊。 好了,出发。 校长先生的嘱咐只有这么一句,不过,大家从自由之丘车站乘坐东横县的时候,却安静地让人惊讶。 没有人跑来跑去,即使要和身旁的同学说话,孩子们也是安安静静地小声说。 在八学园,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之类的话。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知道了很多,比如,欺负比自己小的弱的人是可耻的事,看到乱糟糟的地方要主动打扫,尽量不要妨碍别人,等等。 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孩子们心中。 就在几个月之前,小豆豆在课堂上还站在窗边和宣传艺人说话,使得整个班的同学都没办法上课。 但自从小豆豆来到八学园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学习,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而且,今天,小豆豆和大家一起乖乖地坐着,出门旅行,这如果被以前学校的老师看到,一定会惊诧地说,好像变了一个人的吧。 从朝今开始,大家坐上了梦想中的船,那艘船并不很大,但孩子们已经兴奋极了,他们看看这里摸摸那里,还把腿搭下去试试。 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有的孩子还向着街上的人挥手,但是,半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孩子们只好从甲板上回到船舱里。 船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小豆豆渐渐难受起来,别的孩子也感到有些恶心。 这时候,有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在摇摇晃晃地船的正中央,摆好了一个平衡的姿势站着,每当船摇晃的时候,他就哎呦呦呦呦呦地一边嚷着,一边左蹿右跳。 孩子们本来晕船难受,几乎想哭出来,但是,看到他的样子这么好笑,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土飞就到了。 当大家从船上下来,一个个又精神起来的时候,那个哎呦呦呦呦的男孩子却开始恶心了,真是挺可怜的,不过也怪好玩的。 土飞温泉所在的地方非常安静,那是一个美丽的村子,有大海和树林,还有面向大海的小山丘。 大家休息了一下,就由老师们带领着,出发去海边了。 和在学校的游泳池里不一样,大家跳进海里的时候,都换上了泳衣。 大海里的温泉与众不同,因为,究竟哪是温泉,哪是海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线,也不能用什么东西把温泉围起来。 这里是温泉了。 听人这么一说,孩子们赶紧蹲下来,热乎乎的温泉水正好淹到脖子那里,水热热的,真像洗澡一样,舒服极了。 想从温泉到海里的时候,横着走上五米左右,水渐渐地变成温的,再走几步,水就变冷了。 于是大家知道,从这里就是海了。 孩子们在海里游泳觉得冷了的时候,就急急地回到温泉里,把脖子以下都浸泡在热热的水里,这时候,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家里一样。 有趣的是,小学生们在海水里的时候,就戴上紧紧的泳帽游起泳来,而一旦进入了温泉,虽然泉水看上去是和海水是一样的,但大家却围成一个圈,轻轻松松地聊起天来。 如果旁边有人看到这情形,也许会觉得小学生们在温泉里的样子和老爷爷老奶奶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吧。 当时,海里几乎没有别人,海岸和温泉都像是八学院的小学生们专用的,大家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温泉海水浴。 当傍晚走向别墅的时候,孩子们因为在海水里浸泡的时间太长,手指头上的皮肤都皱巴巴的了。 晚上钻进被窝里之后,大家轮流着讲妖怪的故事,小豆豆他们一年级的小孩子都吓得哭了起来,可一边哭着一边还问,后来呢? 在土飞温泉度过的三天,和在学校里的露营是打量活动不一样。 在这里,孩子们真正接触到了实际生活,比如说,大家要轮流去蔬菜店或者鱼店买做晚饭的菜。 碰上陌生的大人问,是哪个学校的小学生,或者从哪儿来的,还一定要好好地回答。 这期间,有的孩子在树林里迷路了,有的孩子在海里游出去很远,却游不回来了。 让大家非常担心,有的孩子还被落在海边的碎玻璃割破了脚,每当这种时候,孩子们都会积极地思考,该怎么办,都希望自己的办法最有用。 不过,毕竟还是快乐的时候多,这里有一大片树林,有好多好多的馋在唱歌,还有卖棒冰的店,而且,在海边还遇到了一位正在坐大木船的叔叔,他只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坐出一艘大船。 那艘大木船已经像模像样了,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惦记着大木船比昨天又多坐了多少,就赶紧跑过去瞧。 那位叔叔还送了小豆豆一条又薄又长的爆花做礼物。 离开温泉的时候,校长先生说,拍一张照片做纪念好不好。 大家还从来没有一起拍过照片,都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当女老师说,好,要照了时,有人突然要去厕所,好不容易等老师又说,这下可以照了吧,又有人说运动鞋的左右脚穿反了,的调换过来。 在这期间,有的孩子一直摆着紧张的姿势,等终于到了现在开始照了的时候,他却叫着,啊,累死了,我不行了,躺到了地上。 总之,照这张相片可费了好一阵功夫。 可是,以大海为背景,孩子们摆出各种不同姿势拍的这张照片,后来却成了每个孩子的宝贝。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孩子们眼前就会涌现起好多回忆,大木船,温泉,妖怪的故事,哎哟哟哟的那个男孩子。 就这样,小豆豆度过了他的第一个暑假,这个暑假留下了好多快乐的回忆。 这些回忆,小豆豆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当时的东京,附近池塘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小龙虾,垃圾车还是由大牛拉着运送的。 小豆豆他们的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年代里。